南瓜是很健康的食物 而且一年四季都有 但是呢 你有没有想过除了南瓜汤之外 它还有其他的料理方式吗 今天我们的法兰西教室 要教您一道非常简单的南瓜Q派 我们有请贺老师咯 在台湾一年四季都有南瓜 而南瓜连皮带肉甚至连子都能吃 而且他们对身体都很好 算是相当健康的食物 但老师把南瓜炖成南瓜汤吗 外国人喜欢把它做成派 今天柯老师要教大家做一道 法国人很爱也很好吃的南瓜Q派 把这个南瓜变成这样 蒸好以后用机器敲成泥 这个就是南瓜泥 南瓜泥的话可以用电锅蒸 当南瓜变成南瓜泥 就可以慢慢的依序拌入糖跟面粉 等到拌好货云之后再加入室温奶油再拌 在同一时间可以先找漂亮的模型 抹上奶油再撒上细糖 这模型要先冰一下 不是 如果除了奶油以后 你没有先冰过的话 它那个奶油是湿湿的嘛 湿湿的话你知道糖味太多了 当模型都均匀沾上了糖 再回头看看还在搅拌的南瓜Q派 这时候把蛋液加进去 记得蛋的温度不要太冰 最后再加上牛奶跟香草粉 就可以准备进烤箱咯 看到了没南瓜Q派就这样大功告成了 不管是热热的吃还是冰冰的吃 都是越吃越好吃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nd-